這次回來的這一位裡面 他其實在報導的時候就量過 他的記錄是36.5 並沒有說是 回來的時候那樣的一個高溫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體溫的量測或是病毒 他其實都一直在變化中的 沒有辦法用單一的時間點就來判定他是有的一個可能性 想請問一下部長就是說 昨天確診的那個三名從英國航班回來的確診者當中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比對出來就是說他的豬型是變異組呢 裡面看他裡面的病毒量 病毒量比較高一點的話 我們也許可以直接比對大概是三天會知道 但是有時候他病毒量比較低的時候要做病毒培養 培養出來的時候才會才能做比對 那想請問一下我們昨天的確診者當中的話 他的病毒量高還是低呢 兩位跟報告有上有三支 那有一支的CT值15.7 這是相對比較高 所以大概這裡面比較短的時間 應該是可以做出來 另外兩支都還蠻低的 一個是34.5 一個是33.5 昨天有一名發燒的旅客就是返胎 那想確認一下說他是在登機前就已經發燒了 還是說在登機在機上才開始發燒 有發燒的旅客來到台灣 那是不是代表說我們之前 對那個武漢包機這個檢疫的過程 有一點比較太過嚴格 這個措施都根據那個時候的一個疫情 跟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病毒的了解 那擬定相關的一個對策 那這都是滾動式的檢討 那不過這一位 這次回來這一位裡面 他其實在報到的時候就量過 他的記錄是36.5 那登機前也量過 他的溫度是36.6 並沒有說是回來的時候那樣的一個高溫的 一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體溫的量測或是病毒 他其實都一直在變化中的 沒有辦法用單一的時間點就來判定 他所有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這127個裡面 就是一位是發燒是陽性 那兩位是無症狀被驗出來 那792到794 是我們這個專機 昨天回來這127人 這檢疫全部完畢 那總共驗出有三名是陽性 那這三名裡面包含的 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有發燒的 這一位 從英國回來 那其餘兩位是沒有症狀的 那本來大家另外關心 其他四位有症狀的 那目前驗起來 那四位有症狀的是陰性 所以這127個裡面 就是一位是發燒是陽性 那兩位是無症狀 被驗出來 目前都在集中檢疫所